2022年歐系防曬流行什麼 是防曬保護加輕裸妝 而且像乳液一樣清爽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想要帶大家來認識歐系的防曬 它們有別於日系的防曬 更具保養跟底妝的效果喔 愛瑪士天然無暇隔離霜 其實我現在要介紹這些防曬乳 它其實它們的品名其實都不是防曬乳 大部分都是一些妝前霜啊 隔離霜啊 或者是BB霜 但是它們都有防曬系數 這兩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比較沒有在用底妝產品 我通通都是用這種歐系的這種 具有試色效果的一些隔離霜 或者是BB霜來代替我的底妝 那第一個呢 這個愛瑪士的這個隔離霜 它是今年大概春天推出來的 一用就非常非常的驚豔耶 所以我在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來介紹它 第一個呢是它是隔離霜嘛 它的那個SPF的那個防曬系數 是做到30跟PA三個夾 其實這樣子的防曬的一個保護的系數 很符合我們女生 一般如果你是上班或者是上學 只是在通勤而已 其實這個系數就滿夠的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 如果對精品有點了解的話 大家都知道其實愛瑪士它是做馬具起夾 都是一些戶外的一些產品 所以他們的推出的這一系列的底妝系列 我覺得蠻特別 他們底妝系列一推出來 不是先推出粉底液 而是隔離霜 其實愛瑪士希望每一個女生啊 都能夠接近戶外 不要擔心被陽光曬傷 那另外呢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他們也會覺得說 我們的皮膚不要就是被厚重的一些底妝遮蓋 所以它就講究很輕盈 很自然 你擦上它 你的皮膚就是會呼吸 那我自己使用我是覺得說 真的耶 他們真的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隔離霜 它真的比一般的隔離霜還厲害 因為呢 一般的隔離霜頂多三個顏色吧 但他們的隔離霜做到12個顏色 就是有點是類似做底妝的那種精神 他們推出了12個顏色 所以不管你的膚色怎麼樣 一定可以找到適合你的顏色 像我自己會覺得說我擦完它之後啊 臉上有一些小瑕絲的確會被遮蓋 而且啊我覺得我的整個臉色都提亮了起來 那它擦完之後啊 我的皮膚其實是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霧霧的感覺 不是那種油油的感覺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像因為大家都會戴口罩嘛 所以有的人為了要讓你的底妝不容易沾染 所以最後會上一點乾粉蜜粉 讓它變得比較霧面 不會沾染口罩 那這個一擦完我覺得我整個皮膚的質感 會變得比較霧面 然後呢比較乾爽 然後一些毛細孔也會比較不見 所以我覺得這是愛馬仕隔離霜 最令我感到驚艷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就是它的味道 那因為一般就是粉底液啊或者是隔離霜 我覺得都會有一種粉底液隔離霜的味道 但這個味道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一瓶隔離霜它的味道其實也找到他們愛馬仕的一個調香師 是愛馬仕香水的調香師來幫它調配一個味道 它的味道是綠茶山莖車跟檀香木精油的味道 就是很舒爽很綠色感很清新 不會讓你覺得粉味不舒服 那它裡面呢加了保濕的玻尿酸啊 月漸草的萃取啊 還有黃層跟白桑果 而且它的持妝效果可以長達8個小時 所以真的是夏天防曬的好朋友 迪奧金翠再生BB霜 其實大家蠻常聽到BB霜 那它的遮瑕效果其實已經有點類似接近粉底液了 之所以喜歡它是因為它真的是遮瑕效果還蠻夠的 它今年的升級啊主要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皮膚很敏感 真的不能夠亂使用一些防曬的成分 那大家都知道防曬的成分分為物理性的防曬跟化學性的防曬 化學性的防曬呢它會進入到你的皮膚裡面去作用 所以可能會產生一些刺激的效果 但物理性呢就像是你穿衣服或者是蓋一層布 就直接把陽光遮蓋起來 所以它不會滲透到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會達到比較安全性的防曬 所以最近這幾年啦市面上蠻多標榜 就是比較對敏感肌比較友善的防曬成分 或者是標榜海洋友善的防曬成分 大部分都屬於物理性的防曬 那這一瓶就是新升級的這個 Dior的那個精脆再生的BB霜 它就是都使用到純物理性的防曬 當然它也秉持它原本就比較有遮蓋效果的那種效果 所以你看我擠出來它真的肉眼一看就真的很像是一個粉底液 然後呢你看真的擦起來像粉底液啦 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如果我覺得我那一天需要就是妝感稍微比較明顯 能夠遮掩一些皮膚瑕疵的話 我就會使用Dior的這個BB霜 那另外呢它其實是我今天介紹這些歐系防曬 算是防曬係數做到最高規格的 它就是做到SPF50加跟PA4個加 Dior這一瓶的BB霜它也標榜 它有戴口罩之後的抗摩擦跟抗撕器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它的那個持妝的效果 據說也可以維持10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就是稍微有點遮蓋效果 而且是比較安全敏感性肌可以用的 Dior的這個BB霜是不錯的選擇 香奈兒珍珠光感防護妝前乳 那我想到香奈兒其實它這個是屬於美白系列的一個妝前乳 那取其名嘛它叫妝前乳 就是應該是底妝之前使用 但是因為它其實潤色效果也很好 而且如果現在流行那種很清透很裸妝的一個肌膚 你不用使用粉底液 你單純使用它其實也是夠 它這個其實有一些顏色 那它在台灣賣的比較好的是蜜桃色跟玫瑰色 我手上的是玫瑰色 玫瑰色它就是可以讓比較暗沉的皮膚 會呈現一個紅潤紅亮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蜜桃色是可以讓暗沉的肌膚比較明亮 那因為它其實不是粉底液 裡面用到的那種粉質的粒子比較輕比較少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它其實是滿水的 就是跟一般粉底液的質地比較不同 一般粉底液的質地會比較濃重一點 因為它要遮瑕的效果嘛 那這個妝前霜它其實就是比較水 它很容易就在皮膚上面化開來了 那這裡面呢它加了維他命B的衍生物 還有香奈爾它們自己獨家栽種的一種 史碟霉的一個精油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可以保養肌膚 香提卡自然肌膚清底妝 這一支香提卡的這個自然的這個清底妝 它其實是把它歸類在我覺得是保養品 比起如果它要號稱防曬 它其實更重視的是它有一個日常防護的效果 所以它裡面也放了一些保養的成分 像是綠茶呀跟它的一個忍冬的一個萃取 那這兩個成分呢可以讓你在日曬後的肌膚 可以有一點舒緩鎮定的效果 像它擠出來啊其實我覺得 剛擠出來的那個感覺 你看我一擠出來 你會覺得它好像是蠻濃稠的一個防護乳液 但你推出來它其實很輕很柔 就像是在擦保濕乳液的感覺 我覺得很像在擦保濕乳 所以會讓你的皮膚有很多保濕的感覺 它裡面加了一些潑尿酸鈉的成分 所以呢它的效果蠻好的 雖然它擦完之後呢我覺得表面也是屬於 比較那種霧面的感覺 但它不會很乾 你知道有一些就是標榜是霧面質地的一些產品 它擦完之後啊會讓就是比較乾燥的肌膚 會那個紋路就會很明顯 那它不會 我覺得我擦完它之後 我的皮膚感覺是在擦一個保濕乳液 同時呢它又有防護又有潤色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在找尋一個就是清防曬 又有一點淡淡的一個試色效果 香提卡的這一個自然清底妝 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真的很自然 而且它是一個自然純素的品牌 所以它裡面用到的這個防曬的成分 是屬於純素有機的一個物理性的防曬成分 對於一些皮膚比較敏感脆弱的人也非常非常的適合 Cisley清透水感適滴乳 它其實是標榜如果女生啦你想要出去做運動 但你不想要就是化濃妝 但有一點想要遮瑕效果有一點好氣色 其實就可以使用這一個 那我自己其實也蠻喜歡這一條試滴乳 因為它現在其實也是放在我的化妝台上 如果我想要比較輕鬆一點點的防曬效果 跟一些讓自己有一點好氣色我就會擦它 那這個Cisley其實是標榜就是植物 用很多植物成分的一個品牌 那它裡面也是我見過大概所有我介紹這類產品裡面 用到最多保養成分的一支試滴乳 它裡面加了像是百合花的萃取它可以保濕 還有蕎麥種子它可以在你塗完肌膚之後呢 可以在肌膚外面形成一個保護的屏障 以及它有很多的水果萃取 所以它的保養成分真的很多 那它擠出來它的質地我覺得也很像擦保濕乳液耶 像它擠出來就是一個看起來就是一個乳液 但是它有一點點就是試色的一個效果 那你推的時候我自己覺得啦 我每次推它真的覺得好像在用一個保養品 然後皮膚就是水水的有點涼感這樣子 然後呢擦完之後呢其實你的膚色呢 就是會有一點點被調整過的一個就是很自然的妝感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就是有保養效果 又有防曬跟自然的遮瑕效果 那Cisley這個保養成分的一個專家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以上就是今年夏天最夯的歐系防曬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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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的刀有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